国会众院经理人25日傍晚将前总统川普弹劾案送到参院 而由于川普已经卸任总统一职 因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将不会主持弹劾案审理 而是将由参院民主党党团会议最资深议员李希来主持并承诺公正审理 根据孟菲斯大学民调中心指出 有5成6的美国人支持弹劾案,4成2的受访者反对 而两党选民也对此呈现严重分歧 其中高达9成2的民主党人支持弹劾 52%的独立选民也表达赞成 但仅有13%的共和党人表示同意 前民调也发现5成2的选民认为川普应该遭到参院定罪 4成4的选民则是反对 前民调也发现5成2的选民认为川普应该遭到参院定罪 4成4的选民则是反对 高达5成7的人希望此举能阻止川普未来再度参选 反对者则是占4成1 当然希望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告